汤姆斯碑实力并非世界末日 新的领军人物需要成长了 中兴王北京10月17日电 北京时间17日晚 在汤姆斯碑决赛中 中国男语0比3不敌印尼队 无缘未免 错失冠军固然遗憾 但这支年轻的队伍 在未来还有不少提升的空间 中国男语从来不会被失败击倒 在本场比赛之前 中国队的晋级之路 可以说比较顺利 作为世界语谈的传统强队 中国队在汤姆斯碑有着辉煌的历史 曾十次夺得冠军 并在2004年至2012年期间 实现五连贯的壮举